兄弟们 最近模组有点玩不过来的节奏啊 抽宝的模组也来了一次大更新 这一次更新增加了很多角色 这些角色都是需要去解锁的 有一部分角色我在之前的版本中已经解锁过了 所以不需要二次解锁 那么本期我就带大家来解锁新增加的这些角色 首先我们来到海盗地图 在甲山的背面下方有一个点燃引先的炸药桶 它就是咱们要解锁的爆炸燃烧桶 接着我们去维京沙河地图来解锁诗鬼 这个家伙非常好找 只要沿着直线飞过去 雪地里面那个小头盔就是解锁物件了 在魔幻恶地图有一个单膝跪地的雕像 这个家伙就是咱们要解锁的火衣布 咱们再继续来到亡灵一的地图 在左边的墓地里面躺着一口棺材 它就是送葬人的解锁物件 亡灵一地图还有一个角色 就是吸血鬼伯爵 这个家伙有点不好找 它是一只小蝙蝠倒挂在树上 前面还有蜘蛛网挡着 一闪而过就很难发现了 这次更新是附带了一张新地图 这是一张中世纪风格的农场地图 咱们要在这张地图上找到一把钥匙 然后拿着这把钥匙去教堂的大门把锁打开 OK 现在咱们成功的用钥匙把锁打开了 一股诡异的气氛碰面而来 咱们必须先在这里触发一个物件 然后再去魔幻恶地图收集一把吃人的剑 拿着这把剑回到剑祭的教堂里面 此时升红之王正以王者之姿在等待着咱们 成功解锁以后 咱们还得接受王的挑战 这里限制消费的金额是一万 而且必须坚持60秒存活 升红之王才会心甘情愿地成为咱们的小弟 你要说硬碰硬 可能咱们还得飞飞脑子 坚持60秒存活 这不妥妥地送分体吗 很简单 我只需要在漫山遍野布满防御骑手 除非他有全凭攻击 不然给他两分钟他都杀不完 你过来啊 OK成功收服升红之王 下期咱们将会测试新角色的各种打击效果 我是幽灵 咱们下期见